江爷爷回去韩国后还会来看福宝吗 听到江爷爷说等福宝隔离检疫结束后会再来看福宝的 才明白江爷爷对福宝的爱 不会因为离别而转移 也更加不会消失 很多人都曾想过一个问题 当福宝回国后 江爷爷和宋爷爷就会全心全意去照顾辉宝和瑞宝 担心福宝在他们心中的位置会被两个妹妹所取代 而福宝这次回国 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回家了 只有福宝自己以为被抛弃了 福宝的感情需求很高 在隔离的眷舍里翻滚 想把爷爷召唤过来 但此时将爷爷已经回去韩国完成自己的孝道了 原本会待几天 等福宝的情绪安稳之后 但如今提前了好几天 他得赶着去亲手扶林送母亲最后一程 给福宝送了一张纸条便匆匆离开了 即便他心里有十万个不舍 很想留下来陪福宝度过艰难时刻 但万事效为先 只希望福宝能像乐宝一样顺其自然 自古忠孝两难全 即便将爷爷同时遭受着生离死别的心灵疮击 他也没有后退半步 更加不会倒下 强忍着心痛忙着善后各种事情 粉丝来找他合影 将爷爷都是微笑着面对镜头 不让粉丝们失落 一切都为他人着想 可见将爷爷的内心有多强大 难怪粉丝们喜欢福宝的同时 也会喜欢将爷爷 花花第一次见干妈圆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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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最终还不确定 这次送往相对的心底 不见你会想你 在眼前中着雨的老伙子中 看你 他们说你 我的话 你试试你 你试试我 我试试 我试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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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试你 忽怨忽怨忽怨 不能随心 一无情 要想你 打扮点美 也不敢不求情 就穿四季的 我美 都是每一次的约会 你愿我走出现 不是每一度 你试试 看你 看你 啊 福宝在树上正玩的不一乐乎 江爷爷发现福宝爬的有点高了 怕他有危险 赶紧叫福宝下来 福宝却一脸傲娇的说 这棵树我从小玩到大 在这棵树上如鱼得水 怎么会有危险呢 江爷爷见状 只好让爱宝去叫福宝下来 江爷爷告诉爱宝 福宝爬到危险的地方去了 叫不下来 福宝听了江爷爷的话 以后一脸愤怒 一个箭步就来到了福宝玩耍的树下 开始呼唤福宝 福宝扭头看了爱宝一眼 继续在树上自顾自的玩耍 爱宝在呼唤无果之后 准备冲上去给福宝抓下来 可爬到一半的时候 爱宝怕他和福宝都在一只树之上 把他给压断 只能退了下来 毕竟他俩的体重估计的有好几百斤了 爱宝只能无奈的在树下 继续叫福宝 福宝看到爱宝真的生气了 只能灰溜溜的爬下来 可就在这时候 树枝却断掉了 福宝一个没抓住就掉下来了 爱宝一脸担心的焊着福宝 沏南下岸 敬火玩滑滑�梧 敬火玩滑蜊 花花到手 你们好样 谢谢大家来看我 福宝爬树 熊叫板 人叫板 不是在卡图的路上 就是在头背卡的途中 蒙兰腰手手 第三次角现场回放 刚开始花花在前面走 黑夜跟随其后 黑夜找准时机 一头追回花花 给花花吓了一大跳 花花回头折背荷叶了 荷叶还装作一脸无辜的样子 表示花花自己走得慢 导致自己一不小心撞上去了 说完荷叶赶紧溜走 花花还差点相信了她的鬼话 但现在证据确凿 荷叶就接受制裁吧 以其熊知道还自贪之身 花花也有动向荷叶 荷叶还想还手 你都是被我准宝托到大门 也以为现在去宝宝呢 就忘了我拜王花在你后了 哎呀 小弟弟现在有点忍耐了 是不是 看我个人咆哨 哦哦哦哦哦哦 三十年和多三十年和时 你还真以为我是当年的大宋文吗 搞错了 再来 我的小可爱 今天又没有乖 你的小脑袋 发动起起乖乖 我的小可爱 皇冠给你带 你一笑起来 像鲜花盛开 我的小可爱 你闪闪热热爱 你说我们描心人 就是这么拽 我的小可爱 虽然脑袋 虽然脾气有点坏 只要有你在 寂寞被打败 我的小可爱 我的小可爱 今天又没有乖 你对小脑袋 发动起起乖乖 我的小可爱 皇冠给你带 你一笑起来 像鲜花盛开 我的小可爱 你闪闪热热爱 你说我们描心人 就是这么拽 我的小可爱 虽然脾气有点坏 只要有你在 寂寞被打败 金虎今天雄起来了 把飞云的抱枕 一顿撕咬 看得妙音一脸震惊 在金虎生日这天 饲养员给他 准备了两份礼物 分别是妙音 和飞云的抱枕 金虎把妙音的抱枕 抱在怀里 还轻轻举高高 而飞云的抱枕 却被他晾在了一边 直到看到这里 才明白 大熊猫也戴有色眼镜的 其实这也怪不得金虎 飞云实在把金虎做怕了 所以金虎趁着飞云 不在的时候 当着妙音的面证明自己 把飞云的抱枕 一顿狂甩 妙音一开始在睡美容觉 金虎扭头一看 为了让他看到 自己雄起来的一面 于是制造更大的动静 咬着抱枕 直接开丝 到底是有多大的仇恨 使得金虎这般发泄 看来今天是不把飞云的抱枕 废掉不罢休了 金虎还是虎 一顿操作也猛如虎 妙音醒后 一脸震惊的看着金虎 金虎所作所为 终于被妙音收入眼中了 此时的他开心到起飞 一路打滚转圈圈 却让饲养丸给他擦屁股 而当飞云看着他的时候 哎呀 这抱枕是谁的照片 怎么这么好看 我可喜欢了 我说金虎 你把人前人后体现得也太淋漓尽致了吧 我看来有什么事啊 我看来有什么事啊 我看来有什么事啊